第一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二場 去過重發12467 6號馬海旋盡期 雜也沒有試過 當然你要出現健康紀錄了 48650 134是狀態FIT的 好了,先看一號的好方法 紅色號報那隻 彈一下彈一下 拍著星星星 兩隻馬都捉住了 不過這隻馬跟以往比較 它的僵口穩定了很多 好了,再看這隻夢幻戰士 又是保持差不多 跑了一點形勢,上次形勢不造就 不過都是偏失望 上次比下去的那隻馬 三號快利堡灰馬之後 阿蛇都挺搶眼的 因為你收短的僵城,牠有點厚 走起來就很聰明 今季初一出就贏了 但贏了之後就近幾場未再上名 不過狀態的長期保持得相當好 好,接著保得住了 4號,第四天就報名了 10天就跑了 那隻只跳了這貨 總之你扔少少長,少少僵城 牠遷就到牠的僵口沒事的 那牠可能會是跳得順一點 這些馬性是這樣的 接著就看這隻鮮露豪傑 還是一隻挺自戀的馬 我覺得牠 爬上來還沒上力 中下中下 跑了兩場,沒什麼走勢 腳一向我都覺得牠開得不太好 不太適合自己的心水 海旋盡旗,眼罩札利 說那些功夫都真的不多 有點濕身 你當牠潮吧 現在,不過大閘都沒有就要想想 7號就紅磚勇士 上一次,上一次縮了1200 賺了內蕩形勢 就贏了一組不厲害的對手 其實牠本身也不是很特別吸引的一匹馬 不過也叫牠贏了 神粗是善善善善 這隻神粗是很賣力的 合夥年代 蘇偉賢的馬真的挺好 這些狀態根本長期都這麼好 還沒贏之前經常說贏說贏 不過經常被人堵塞 不過初跑谷操 9號就是愛逍遙在海邊 拍那隻美滿將來 你看到跳的時候 頸、頭、頭的動作還是稍微多了一點 那些匹馬可以再好一點 出馬比較少的場合 我覺得1號有好辦法可以搏一下 因為第一經常說4班和3班有些差距 3落4有些好處 其次就是這隻馬第一次贏馬的時候 潘頓其實我也有特意說過 潘頓那隻手僵成那些釣魚僵 遷就了一隻馬 當時馬的僵口是挺麻煩的 但我覺得他現在之後跳的僵口 其實穩定了很多 就不一定要像潘頓那些 這樣遷就這麼好才可以 我覺得在這裏吃少許斑 因為其他馬演出都不是那麼穩定 快利寶我覺得是挺健康的馬 保得住的不過兩隻馬都演出有少許波動 要看臨場的形勢 其他合夥年代都是一隻必馬 你因為拆了兩組4班的1650 你第一場都叫做強行找好運寶寶可以放的 雷工作會前的 這一組你想到哪隻馬會放在前面走 紅磚勇士 上面那些馬真的不會帶 然後愛逍遙 其實愛逍遙我也很同意 那些馬的頭頸其實動得很多 有時一塌 短些姜程他還頂得行 不過開始這樣也跑得好 又是輕幫會擺錢 紅磚勇士一路下來 轉了馬房沒流過鼻血 其實馬一路都很穩定 就算退出過 他一樣這樣復出都跑得好 因為其他馬是形勢問題 好計 好計上一課拍草地拍一隻川河達區 還要逼 接著那課就不用了 第二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 第一場賽事都一回by 大概 下注 第一場賽事都公開了 這麼多 Organizer 第二場賽事都公開了 這場賽事都公開了